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怕什麼廢片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柚子我有一個助理他說 有一種特殊的切法 不知道去哪裡看 不知道是網路還是什麼 我來實驗看看 但是我感覺齁 用起來是覺得不好玩 但是到底真的實際操作會怎樣齁 我就實驗給同學看齁 一起看廢片去囉 對 來啦 白同學來分享另類 切柚子的方法 看你不要嚇到喔 欸我看看 就我看人家 桌上人家在用的 另類的喔 從這裡切過 手外很小心的喔 這樣開開到嗎 然後 這樣 不知道你怎麼嚇到 好 然後 來 1 2 3 他說要把它撕開就不用拚了 欸真的耶 喔 要燙 對不對 你看 欸真的耶 他這樣就不用那個 下去撥啦 就可以直接吃啦 欸我好朋友這個人哪有聰明 沒得放 對啊 白同學好朋友這支讚喔 嚇到 嚇到 喔 開開開開開 哇 哇 真讚 欸真的耶 媽媽 欸 這樣都不用那個 那果肉就直接就起來啦 對啊 就可以直接吃啦 喔 白同學來教你們看 耶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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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欸 他這不知道在一塊天爪 發明的 他真的 就這樣撥開 這樣就真的不用你下去 讓他直接 拿起來開始吃了耶 嚇到 你這樣拿不起來 所以這也有缺點啊 嗯好吃 是這樣加的啦 但是我覺得喔 他這樣用有一個缺點 你切下去的時候喔 那個 旁邊啊 那種 蚝蚝就會去擰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 改良 我就是要把那個皮都削到他這樣切 對啊 不錯啊 看一下 嚇到 嚇到 但是我覺得喔 我看人家切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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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可以玩一試玩看看 他在蚝蚝用下去 很麻煩 對啊 這樣吃得不好吃 又吃又好吃啊 啊 你怎麼會有蚝蚝 有一點點 一點點喔 所以 白同學實驗給你們看 對啊 這用一次就好了 不要用八禮拜 好啦 今天的廢片結束啦 拜拜 這算失敗喔 你剛剛有失敗 還好啦 還好啦